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何寻找真命天子 如何平衡家庭事业 怎样摆脱年龄困扰 如果你有一个 你值得为自己喝一杯 你要有三个 你会对罪异性 你要有五个 你就稍高下来 著名主播徐丽做客天下女人 面对生活这道选择题 分享她快刀斩乱麻的独家智慧 不说了 换话题 我们正在收看的视频下女人 那最近呢 有很多的这个博友啊 也在我们的网站上留言 说说他们心中一些 比较纠结的事情 那是我们都是凡夫俗子 当然生活中 有很多让我们困扰的事 那我想问问首证 最近有什么事情 让你很纠结吗 准备办公里 预算太高了 要省钱 就是让我纠结的问题 现在预算是多少呢 我的预算是十万 但是我的维红夫尼克 他觉得三万 三万 所以我们的那个客人 都得吃盒饭 盒饭 对 你们这都是小事 我的事关乎着 就是祖国的未来 因为你都说孩子 是祖国的这个花朵嘛 对 所以我的事 你有孩子了 我的事关乎着 就是我未来的孩子 他爸的事 就是还是没有找到 这个心爱的人 对我来说 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你知道 其实我有很多人追求的 所以 我到底在云云众生当中 选择哪一个呢 这个选择其实不好做 这是一个问题 生活是一道选择题 那每个人都有很多的纠结 但是有的时候呢 往往是这个旁观者倾 就是别人看我们的问题 可能会看得更加清楚 特别是我们今天 找到了一位思路非常清晰 判断非常果断 然后具有非常高的 智慧的一个女人呢 来到我们的节目 其实她也是 大家非常熟悉的 只不过今天我们有机会 了解她生活中的那一面 掌声有请中央电视台的 新闻主播徐丽 我们要拥抱一下 拥抱一下 来 欢迎 欢迎 我也要拥抱一下 来 抱抱抱抱 我给你怎么办 抱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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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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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听到我们这些纠结 我觉得手振的问题 都好解决 对吧 关键是这个问题 比较难解决 就是我们这个礼爱呢 也是属于黄金圣女 黄金圣女 然后圣病快乐者的那种 要长时间两年了 对对对 但是我们一直都觉得呢 也不能胜得太久 是是是 所以最近她比较困扰 就是说 到底找什么样的男人 才能知道这是真命天子呢 你最想要什么呀 我想吧 她最好是 你知道完美的那一种嘛 对 不存在 不存在啊 不存在 徐丽说过一些 关于爱情和婚姻的名言 她说呢 爱情就是要寻找 对等的匹配 首先这对等的匹配 什么意思 对呀 两个个体质量 基本对等嘛 这要回到过去 就讲门当户对啊 这个概念 好像现在说起来 因为经过过去若干年的 意识形态的东西 觉得门当户对这个事情 好像不能再提一样 但事实上 门当户对 就跟我现在提到的 寻找对等的匹配 是有相似之处的 就两个人个体的差异 不要太大 个体的构成差不多 如果你非它放到车上去撑 那这两个人撑起来 质量最好是大体均等 你指的质量可能是 比如说价值观 生活习惯 生活情趣 然后朋友圈 能力 就差两倍 但是又有另外一个问题 比如说 你像我现在的这个状况 就是反正样貌也还行 身材也还可以 太谦虚了 还是非常稀缺的 对对对 相当稀缺了 然后那个挣钱也还 反正能养活自己 还过得不错 在这种情况下 最难找 男人他也害怕你 你说他挣钱 可能挣得不如我的情况下 他又很纠结 特别他周围会有 很多的哥们儿了 会拿着调侃 对 我觉得你一开始 虽然他可能没你有名 或者什么样的 但是你 他的内心是不是足够强大 他的智慧的这个高低程度 是不是足够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这太难了 我男人对我来说 他也没有 好像知道徐莉这个名字 比他稍微多一点吧 徐莉呢 他的先生呢 是报社的一个评论员 就是也是咱们做传媒工作的吧 所以呢 我也听到街头下面 有些人说 说徐莉亏了 说徐莉嫁得还可以更好一点 赶紧问一下当事人的想法 我太不亏了 我觉得我赚了 说说怎么赚的 说说说说 因为就是太好了呗 因为对我来说 我到现在为止 我都觉得 我最爱跟他玩 就当初在一块一聊天 就觉得怎么这么像啊 太像了 然后 我当时就觉得 没有什么太大差异 这非常的奇怪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差异 就是太像了 除了徐莉的名字 除了他是男的 你是女的 对 除了这徐莉的名字 可能稍微知道的人 多一两个人 除此之外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 让我觉得 因为女人在自己成长阶段 或者女人一生当中 可能会渴望导师 渴望先生能够成为自己某方面的导师 对吧 女人大的内心都会有这样的情节 是的 我觉得在精神上 他足可以支撑我 足可以支撑我 然后他足够懂我 然后他足够有情趣 然后他足够珍惜我 那他不在意说 他不在意说 当你们俩一起出去 别人介绍的时候 这是徐莉 这是徐莉老公 他真不在意 他不是假不在意 他是真不在意 他经常一句话 你怎么这么夸张 他挂在嘴里一句话 经常就是 嗨 女人嘛 很多事情在他嘴里 嗨 女人嘛 意思就是 跟女人嘛 女人嘛 算了 那这个时候你什么表示呢 就如果换做 换做我的感觉 如果就是我深爱的人 跟我说嗨 女人嘛 我就觉得她很尊重 女人怎么了 不会的呀 不会吧 这不用上高上线呢 那你当时的感觉是什么 她说这样 她如果说的事 是说到我女人的短处上 我认啊 女人得 该认得认 得听话 那叫 所以徐莉也是在家 很听话的那种 是叫装傻吗 那当然必须示弱 装傻这是必须的 用我的理论是 弧度更难 从聪明变成弧度最难 知道吗 怎么变呢 然后用我的话说 就装傻呀 有些时候是装傻 装到最后真傻了 真的傻了 比如说什么事情 你装了 所以她现在 我这个例子 举不胜举在家里 所以你现在去问我儿子 说你要问 你妈是个什么 傻 第一个字就是傻 你能想象吗 但是你可以 你会乐得不动这个脑筋 你也太高兴了 太高兴了 就是你什么事情 你现在觉得 你原来特聪明 现在傻了呢 比如说我的生活自理能力 就在迅速下降 哎呦 说得好 后来我通过看这个徐莉的书 我知道她老公到现在 都管她叫丫头 是吧 你管她叫什么呢 哥哥 不说了 换话题 2011年呢 许丽和她的先生出了一本书 叫《雅口》 这个《雅口》实际上就是 描述了他们在 梅里雪山转山 十几天的一个经历 这个每一个山口吧 都有一个雅口 就你过了这个山口 就等于是 完成了一段的旅程 然后再开始新的一段旅程 我觉得这个也是 蛮有一语双关的意味的 是的 但是到了两个人 近乎这个知天命的年龄 还一块携手去转山 这到底是一段什么样的经历 我就说我跟她合适 老能玩到一块 然后08年我们在梅里 去看那个雪山的时候 人说在梅里雪山 你能第一眼看到 它完整的山形 当地的说法就是 你可以幸运一年 当时我们一去整个山形 完全地裸露在我们眼前 它离你那么近 就是庄严的 我就说射人魂魄的感觉 我被它震着了 当时他们就告诉我说 当地的藏民 因为它是神山嘛 藏民总是绕着它转 那个它是十三座山峰 南北走向 转山就是围着它 这么转一圈 这个转一圈 期间像你刚才介绍 它要翻越九座崖口 完整的这么转一圈 这一转一圈藏民呢 他们的角力强一点 一般是七到八天 或者八到九天 旅游呢 好的旅游可以转十一天 甚至十天也能完成 当时我们在想 我们最后完成的是十三天 为什么会想去 就是因为看到那个山之后 我就觉得 因为我过去旅行 各种方式都做过了 我就觉得 我这辈子还没拿脚走过呢 这是迟早的事 这个念头几年前就有了 只是看到那个梅里雪山 看到这么一个 外转路线的时候 我们俩看见那张图 互相看一眼 觉得 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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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人同时下决心试试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路程 因为它最高的山峰 已经接近五千公尺了 对吧 已经是雪山了嘛 就是五千公尺 对 而且我也知道 这个路线非常的危险 非常的危险 还是有生命危险的 第一天就基本下个半死 真的 你给我描述一下 就是 你比如说 第一次胆战心惊的那种感受 我第一次意识到 我跟死亡和恐惧是那么的近 因为它是一个四千四的 就是我翻的第一座牙口 就是四千四 当然对于那些 常年登山的人来说 不算什么 但对于我们这样 第一次作为徒步者 对 选择这么一条线路 当然人就会说 你们有点冒傻气 可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就想去 就这么简单 就想去 所以你不知道有什么危险 对 然后那个四千四 是七十度的坡度 七十度 上面没有任何的树啊 附着物都没有 就是细小的沙里科石 一点点一点点 所以还特别滑 对 脚踏上去之后 是半斜着这么踏上去的 时刻往下滑溜的 所以上面摔骡子 摔马是经常的 你没有那个辅助的那个 就登山障 除了登山障没有别的 然后呢 如果不碰上雪 没事 那个路你自己 可以很好地去支配它 但是那天我们恰好是 决定爬最后五百米的时候 下雪了 我没有经历过 在那样高海拔的地方的雪 雪一下起来 我的天哪 原来那个藏民 他们就开始加快脚步 你就看着他忘记 就连他们都怕 这个遇到雪天 当然怕 因为有些旅友 我看他们留言的时候是 连续翻三年 遇到雪全部下来了 所以能把这个路 转通还有运气 不仅是有意志 还有运气 真的 对 所以当时一看下雪了 我就觉得天哪 这个雪到底是下多大 因为我们刚刚开始爬 云山雾绕的 当你走到半山腰的时候 底下全是一片雾障 什么也看不清 就下面如果要有悬崖 你实际上也看不见 我根本就不敢看 它跟天边是完全接在一块的 全是一片雾障 然后几米之外 我看不见人 然后你就 然后我就要 哥哥你在哪 他就说我在你后头 你别回头 我在你后头 就互相这么喊着 然后这时候 因为它空气就高了 稀薄了 我大概走二十步 我得停下来船 我走二十步停下来船 然后就慢慢慢慢 我当时就觉得 我的天哪 我干了世界上最蠢的一件事情 没关系 这都是幸福惹的祸 就是幸福当中 人的智力逐渐下降以后 他就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当时两个人 因为是特别想体会一下 什么叫徒步 然后体会一下 这个徒步的线路 如果有趣的话 可能是不是更有意思 所以那一下就是 后悔了吧 后悔 后来但是还是爬到山顶的时候 我记得藏民们 他们到了山顶 牙口他们都会寄金帆啊 去撒什么青蚌 撒牛奶 这是他们当地的习俗 我们根本连寄金帆都带了 根本就不敢 没有任何时间敢停留 我当时就站在那 我看见有些藏民 叫撒那个材质 这是那照片 撒材质的时候 当时那个 我还记得哥哥在旁边说一句 哎呀 不管这个材质 我们不懂他的意思 说不管这个材质 象征是什么 对我们来说 这都是吉祥 这都是吉利 我当时一听完这个 我眼里哗就下来了 就在山顶 会的 会的 停了那么几秒钟 赶紧往下撤 往下撤 同样是那么陡 几十多天啊 没有任何可以借账的东西 借账的东西 一百二十道吉转弯 下吧 哇 腿都软了吧 我当时看见 当地一个藏族妇女 但不是山民 我估计是城市的人 是被四个小伙子 架着下去的 真的 你是架着四个小伙子 下去的 我是那个扎西 我们的祥导 那小孩二十二岁 跟我儿子同岁 他一个手搭着我 因为没有路 全是这样的 所以没有路 两个人其实 枪枪的走 非常难受 但是他实在不敢 他阿姨 阿姨 我要安全 阿姨 所以我必须把那个手给他 然后就把他男位死了 枪枪着枪枪着下去 我就觉得自己跟一老太的事 然后呢 别客气 后来哥哥在旁边说了 他说丫头 刚才有一女的 是被人嫁下去的 他说这话的意思是什么 给你点信心嘛 对 你很棒 对 他在你的身边 你敢冒险这样子是吧 我觉得他不在你身边 对啊 他还不在 他喜欢玩的 这事是这样 没他 没我 这事都干不成 为什么 就是说事实上 我们俩 动这个念头的时候 希望跟几个好朋友 都是装备 帐篷都买30一厅帐篷的人 装备可那什么了 那个帐篷买两三顶 睡袋四五条 然后在家里 把帐篷支着 睡袋铺着 装备穿上照张相 然后全收起来 我们管他叫装备派 就这些人 其实感觉特别喜欢户外 然后我们就说 有这么条线路 好啊好啊 全答应 临了临了 全退出 全退出 就就制生了 我跟他两个人 后来我当时 不是写了一句话 我说人生在世 不是每个人 都有机会去试探 和挑战自己精神 和肉体的极限 如果有这样的机会 不妨纵情于事 真的 反正我看完这本书以后 我对徐丽 真是太佩服了 没有 然后看完之后 我也有一种强烈的感受 打死我也不去 女人一定要结婚吗 一个女人 像盛开了一朵花 在她的盛开期 一定要嫁 为什么 错了也得嫁 你是否也面临过 生还是生的 两难选择 不走 不走 就这样 到了那个火车 真的一开的时候 我听见她 她就这样 狂哭 哭到最后吐 女人智慧 让生活不再纠结 您正在收看天下女人 那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 可以通过天女网 天下女人的微博 我们的百度贴吧 还有新浪网的社区 来了解我们节目 最新的动态 我们今天的嘉宾 是中央电视台的 新闻主播 徐丽 徐丽写了好几本书了 从这个怎么样打扮 到什么女人 是一种态度 是吧 优雅是一种选择 优雅是一种选择 是一种态度 而且我觉得 她有一点 怎么跟我们天下女人 那个那么 就是这么默契 她就很早 她就说 幸福是一种能力 然后我们 因为今年在做幸福力 我们就觉得 幸福是一种力量 幸福是一种能力 我觉得特别的 有这种默契感 你为什么觉得 幸福是一种能力 我冒出这个念头的时候 二十多岁 跟一个老夫子聊天 就是怎么说到 这一类话题 我突然蹦出这句子 我说其实 幸福是一种能力 它一听像有语病一样 说这幸福 怎么会是一种能力呢 我说对呀 就是每个人都希望幸福 但不是每一个人 真的有能力 让自己幸福 就是说 当我想获得 幸福的时候 我首先 我自己得明白 什么东西 最终能让我幸福 你比如说 在我找另外一半的时候 我特别看重 就是跟所有的 所谓外在条件比起来 我特别看重 所谓我跟他之间的 那种心灵上的呼应 这个东西压倒一切 当有这一切的时候 其他 所以那天我聊天 我说 我如果跟一个 能跟我聊天 聊得很好 但是他是一个穷书生 然后我跟他说 你看我跟你在一块聊天 太高兴了 可是你居然是一个穷书生 你没钱 然后你看 你为什么不去挣更多的钱呢 那没病的是他 有病的是我 对吗 对 他的长处不在那儿啊 你干嘛要难为人家呀 对不对 所以人生其实是一个选择题 首先要知道自己要什么 你想要什么 先把自己选择好了 再选择对方 对 但是你知道吗 我的问题又来了 我觉得我现在一个人 生病快乐的挺好 你觉得女人一定要嫁出去吗 不嫁 真的这是一个问题哦 就像有一天 我碰到一个女人呢 她没有做妈妈 她说为什么女人 一定要做妈妈呢 嗯 你要让我 也许我是个老古董哈 也许我这观念保守 我曾经跟人说 一个女人 像盛开的一朵花 在她的盛开期 一定要嫁 一定要嫁 为什么 错了也得嫁 为什么 我说错了还要嫁干嘛呀 我说即便嫁错也得嫁 我就说那个 在一个盛开的时候 咱找一个 一个实实在在的 能够一览无余的 知道你这朵花 有多美的人 这必须 这个花一定要 这是你的感觉 就是说一个女人 自己最美的时候 一定要有人来欣赏 对的 而且像你说不做妈妈 当然现在 反正我没法想象 女人不做妈妈 我是觉得 咱都是有孩子的人 所以我就觉得 孩子能带给妈妈的东西 带给一个女人的东西 带给她的 哪怕对世界观的改变 这是非常直接的 去了这一块多遗憾 你知道那天 我跟守正吃饭 特别有意思 旁边有一个妈妈 带着她的孩子 抱进来的时候 哇 那个哭啊 那个乱啊 那个推东西啊 然后这个脏啊 然后那个 那我们俩都同时说的 还生吗 要孩子吗 然后我们都这样 不要 然后呢 过一会儿我们吃饭 快吃完了的时候 孩子挺乖的 然后你吓得 可爱了 然后我们同时说 可以啊 这都是没孩子的人 最典型的反应 对对对 有孩子你就知道 她哭的也是 她可爱的一个部分 对啊 她哭是因为她有诉求啊 你当妈妈的 应该知道她的诉求啊 但是我觉得 徐丽在这个 其实很多现在职业女性 第一个我们结婚的时间 要孩子的时间 普遍都晚了 我已经晚了 现在那个 因为工作的压力特别大 所以当你有个小孩的时候 特别需要你 花比较多的时间 去照顾他的时候 往往是你的老板 对你很不满意 你的同事觉得 要分担你过多的工作 然后你自己又觉得 谁都没对得起 那种非常纠结的一种状态 就是所谓是 生孩子还是生职嘛 生孩子生这个问题呢 困扰着很多职业女性 那我知道 徐丽在自己 在湖南 做这个电视主播 做的风生水起的时候 决定要到北京来 去追求一个 还没有那么明确的 这个未来的时候 也要把自己年幼的孩子 放在老家 说说离开孩子的时候 你的这个心情 我当时 我觉得一个 在职场上 有一些企图心的人 这对女性来说 确实是蛮纠结的事 我当时只知道 我在湖南做事情 已经做到头了 我只是知道 从我个人自身来讲 这个事情我必须离开 我必须改变 所以当时对我来讲 自我这事看得很重 很重 家里人也特别支持 说你来北京嘛 然后当年90年代初期 来北京 我的天哪 又是进中央电视台 当年我看杨岚在做节目的时候 我们再得看 那会是 这是中央电视台 对吧 那时候做正大综艺 刚开始 对吧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有这样的机会 对我来说是没有可商量的 所以就跟家里 而且家里人也会觉得 为什么要拦你呢 当然得去 所以家里就说把孩子交给我们吧 当然没有你带得好 但是 动不着饿不着 我当时就想动不着饿不着 那我可以就这样吧 所以当时刚满四岁 刚满四岁到火车站去送我的时候 我儿子只是觉得全家人都去送公公婆婆 爸爸妈妈都送 当时我儿子特别逗 远远的就站在一个旁边 他就这样 他好像特别不乐意 干嘛呀这是 他听不懂 我只要告诉他 我说妈妈要去北京 你很长时间见不到妈妈 见不到 然后他当时就不知道这是什么概念 但是那个火车一开 反正妈妈要走肯定是不高兴 火车一开他就知道了 这是妈妈是走了 这才知道可能对于孩子来说 这是走的概念 妈妈没了 我当时呢 因为我自我的东西压倒了一切 就觉得孩子既然有大人带着 可能问题不大 但是我知道那个妈妈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不想孩子是不可能的了 那真是掏心掏肺地想 对吧 所以火车开的那时候 那孩子有什么举动呢 孩子当时是大人抱着嘛 他可能就是哭 但是他不是那么挣扎着 后来是等到大概三四个月以后 我请一个同事 我当时太想他了 然后就 我让一个同事 他说来出差来北京 跟我挺好的哥们 我说我给你任务 不管你说什么 你把我的儿子给我弄来 我让他就把他带过来 你看大老爷们带着一个小四岁的小男孩 就把人就弄来了 弄来以后 他三四个月没见我 当时我记得我店 我做完节目去见他 在别人家里 他就缩在那沙发里头 就这样 眼睛特别冷漠看着我 特冷漠 没表情 我说我是妈妈 我说我是妈妈 没表情 其实他不是不认妈妈 他就是他是怨 他生气 他是怨 怨 然后等到我 赶紧把跟同事告个 跟别人告个别 我就把孩子抱 因为我还住在机体宿舍呢 给他抱到那个机体宿舍 这时候他才认为 这是妈妈了 这妈妈是扎扎实实在自个身边了 哎呦 那一下就不得了了 妈妈 然后我就跟他那个 在机体宿舍 只能拿那小脸盆 打水 他坐了一天一夜火车 那时候到北京 二十三个小时 坐了一天一夜 也没洗澡 没洗澡 小脏孩 然后我就拿两盆水来回 导得跟他洗 我去换水 到那个洗塑池子那换水的时候 他就 妈妈 不走 妈妈 不走 就这样 后来我就这样 一路还妈妈 我说哎 妈妈 一直让他听见 到了水池子那 那四天 就来了四天四夜吧 我就陪着他 我请假了 我不上班了 我说我儿子来了 结果到四天以后 同事要回去了 又回去了 就带他回去了 结果他那一天 他就一大早 那起来 我跟他收拾东西的时候 他就觉得 不大对劲 我说今天好像不想出去玩 然后呢 再一看到那叔叔 坏了 我看死那叔叔了 可怜叔叔我也觉得 坏了 坏了 他就知道了 然后一看就 往火车站的方向走 哇 这就开始不干了 就开始哭 这时候哭还是很有节制 就是表示他不愿意 然后来到了那个火车 真正一开的时候 我就听见他 哇 就一秒 狂哭 哭到最后吐 哎呦 哭到最后吐 哎呦 真可怜 当时就是那样 我觉得那个过程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 就掏心掏肺地想他 如果今天还让你 面临这种选择 你会做不同的选择吗 我觉得人真的是 我有时候回过头想 我说 那就看我自己啊 我就说这是一个 一个职场女性 对自己的这个企图心 你到底有多高 你对自我实现的价值 这个东西 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到底有多重 现在你再把这事 给我来选 这事没得选 他是儿子 你生下来了 他天经地义地需要你 对吗 你没有权利拒绝 我会天经地义这么来想 所以现在有时候 对我身边团队的人 我都是这么讲 就是你 但凡是有孩子的要求 让我听着是合理的 我在工作安排上 我会绝对地支持 我觉得 特别是现在的年轻女性 我身边的同学 他们都是夫妻双方 一起把这家给撑起来的 就女人还得出去工作 得挣一份钱 因为有房贷 有车贷 乱七八糟的 但也得生孩子 就到那年龄 你不生 你过了 比如像我现在 其实就属于过了最佳年龄 你再生你就 其实我也是纠结这个问题 对 我是今年结婚嘛 要不要孩子 我们真的是一直在谈 赶紧要吧 38岁了都 你说要不然 你能给一些年轻姑娘们 一些建议 就工作还得做 孩子也得生 嗯 咋办呢 全球新闻 中国播报 徐丽如何点评 李爱的报效播报 新闻 我放词 问您就在 你说的是真的吗 徐丽杨岚又为何 能对年龄say no 然后呢 就开始叫阿姨 对 然后什么什么 这时候你就发现 哎呦 真的我再不是 那么个意思的人 女人智慧 让生活不再纠结 你说要不然 你能给一些年轻姑娘们 一些建议 这工作还得做 孩子也得生 嗯 咋办 我是倾向于比如说 咱不先不谈经济问题 我是这么想 大学毕业以后 我工作几年 大概工作五六年 应该是罗子是嘛 应该差不多吧 嗯 在领导员里 在你的团队当中 是什么 应该差不多吧 嗯 所以从你的工作职位上来讲 这时候选择生孩子 其实哪怕因为孩子 耽误一段时间 你顶多是原地 踏步不往前走 嗯 甚至往后退一点 这个退 你这个本钱是退得起的 嗯 就大家也知道的 对吧 当然这时候 如果你还有 在这个基础之上 你还再多一份经济压力 这事不太明智 在哪呢 嗯 你比如说你 你才毕业五年 你非要去买一个 200平方米以上的房子 然后房贷压力特别大 这时候你生孩子 那 那有病的不是别人 是你自个儿 嗯 你如果毕业五年 你买的是90和100平方米的房子 对你压力就小过了 或者你就先租着房子 其实也没什么不可以 对你租也 不是不可以 对不对 对 所以这事你不能什么都要 我觉得女人你别太贪心 嗯 就别把什么都给背在你身上 别在什么任何一个阶段 我都全要 有些阶段是你要不来的 对 所以其实在这个人生当中 的确有很多的选择题 嗯 不要把一下把这个负担 都压在自己这个 还比较瘦弱的肩膀上 对 稍微把这个节奏放缓一点 可能在每一个阶段 都能够做得更好 过得更愉快 嗯 那其实现在我们说了 这个老公啊孩子啊 我就想回到那个问题 回到那个徐丽的专业上 嗯 因为徐丽做这个新闻主播 也是我觉得她的 整个人的那种气质 包括博报新闻的这种方式 都是受到大家的 非常多的肯定的 然后我们今天呢 也有一篇这个新闻稿 要考一下李爱 哈哈 然后现场指导一下 好不好 我从小看新闻联播长大的 这 我跟你说 来一下 好 来 来掌声鼓励一下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不行 不能 不能说亲爱的 那应该什么 全球新闻 中国播报 全球新闻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节目 全球新闻 中国播报 欢迎收看 新闻 我放词了 好 就来吧 嗯 在7日进行的 马德里网球公开赛 男单半决赛上 纳达尔 在先输一盘的情况下 逆转 费德勒 与娇壳为奇 会师决赛 女单方面 中国英杰 李娜 在女单半决赛中 仅坚持了69分钟 便以3比6 1比6 不敌 16号 种子 柯维托华 服务员决赛 Over 请问 名字太难了 许丽点评一下 点评一下 她吧 我说这娱乐新闻做得不错 但问题就在于 你说的是真的吗 就是没有可信度是吧 因为你老带调侃和那个 那个劲儿吧 她的眼神是不是不对 哪个主播就是这样 我抛没眼儿 我有抛吗 你抛 你在一直抛呢 我习惯性抛了 我现在都已经 我没想抛来的 你有焦虑 已经这个显现出来了 哦 这样子 所以其实新闻播报 是非常的那个 需要 就是要让人觉得 你可以相信 但是又不能那么生硬 对不对 你在这个 就是这种播报方面 有没有遇到什么 特别有挑战性的事 因为我听他们 有时候新闻联播 就说 林开始这个直播前 一分钟半分钟 突然上了一张纸 说这第一条要播 一看全部是手写的 然后呢 所有的 他们还有很多箭头 这有吗 真的真的有 他们就真的疯狂 他们其实内心疯狂 但是他们表面上 特别镇静 对 还在念出来 这是必须的 这是必须的 因为你遇到过 我大概那次 是跟罗金同时 七点钟 他们那边 联播那边发 七点钟 我这边 当时发誓 江泽民辞去军委主席 胡锦涛接任 这么一个 当时是七分钟的稿子 七分钟 七分钟 来不及看的 来不及看七分钟的稿子 所以那边是罗金在直播 这边是我在直播 一个字没错 真的 太得要理性而中意 然后这时候 可能就是表现 你的专业水平的时候 你能不能完整的 无误地准确地把它传达出去 然后这时候可能 你的上司都会因为 你的这次成功和不成功 而深深地捏一把汗 因为这都是头发 其实它对人类极限 是某种挑战 我认为是 但我觉得女人有一点 就是我自己觉得是比较跟男人相比 我觉得是挺讨厌的一件事情 比如当你家庭有了 孩子也很好 然后事业也不错的时候 你就开始纠结年龄这件事 哎呀 年华已去啊 会不会青春不在啊 什么的 我反正现在都 青春一定会不在的 就是会有这种 就是小小的那种 惆怅 伤感 但是如果我在想啊 如果你就是等十几年过后 我能活成你们两位这样的 我觉得也 我们是经常见到杨岚姐嘛 感觉不到她有年龄的纠结 没有吧 是 我七十好几了 昨天有个记者采访我说 你为什么敢于说自己多大了呢 我说为什么不敢于说自己多大了呢 我觉得我好不容易混到这会儿了 难道还让我混回去吗 就我有这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徐丽更棒 是吧 没有更棒了 咱俩一样 你说说你对你对这年龄这事 纠结过吗 一定纠结过 这个纠结是什么呢 就是人本能的畏惧老啊 就是会觉得比如说 尤其可能自己年轻的时候 还是比较漂亮一个什么人的时候 你越会在意自己面容的改变 这个东西是在什么时候 我觉得在三十五岁前后 我确实纠结过 咱们俩这 三十五岁前后 用我的话来说是青春将是还未是 终年已到还未到 将到还未到的时候 所以这个东西对女人来说很微妙 因为你曾经是那样的青春靓丽过 然后所有的人都觉得 哎呀你真漂亮 而且我叫你姑娘 你真漂亮 可是这个年龄段一过之后发现 阿姨 太容易叫你姐了 先叫姐 对 先叫姐 然后呢就开始叫阿姨 对 然后什么什么 这时候你又发现 哎呦真的 我再不是那么个意思的人了 对 不是那么个意思的人 所以后来我 我曾经想 我说我这一辈子 因为我知道老是不可抗拒 对吧 我只是要求自己 每一个年龄段 活出每一个年龄段的光彩 我力争成为那个年龄段里 一个看上去最顺眼的女人之一 这就可以了 哎呀已经做到了 做到了 做到了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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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从来跟原来一样 我从来不隐瞒年龄 所以无所谓 你说什么都是这样 而且 而且真的是 到这个年龄段 有一种特别的坦然的 从容的 简单的东西在身上 所以我就觉得 更好啊 有什么不好啊 年龄大了之后 比年轻的时候 有那个 好处是什么呀 好处是什么 你觉得 好处什么就是 当别人是不是真的喜欢你 而是在哄你开心的时候 你一眼就看出来了 我曾经在网上看到过 一个帖子 是一个男人发的 他说女人像房子 一开始的时候 新房子 什么都好 设施也是最先进的 什么都棒 住进去 觉得特别舒服 慢慢慢慢 时间长了 你就会觉得 那边新建的楼盘 比较的好 怎么怎么样 这个帖子到这为止了 然后特别厉害的是 有一个女作家 忘了是谁 转了一下说 所以女人 就要争取 把自己这座房子 变成有故事的房子 变成一个 有历史的房子 这样子就会成为 古董房子 那才是升值的好房子 哎呀 好 我当时觉得 这个好 就是很多地方 有一点年头的房子 是非常值钱的 因为它有历史感 它有故事在里面 但是如果你除了这个心 没有任何 可值得别人留恋的地方 那你这个心 一旦褪色了以后 那就真的是会贬值 所以我觉得女人自己多增加自己的价值啊 我觉得男人会被你吸引的 嗯 我是平房 哈哈哈哈 现在平房最贵 就是要北京一个四合院得多少钱嘛 接地气 那我是毛坯房 哈哈哈哈 我现在特修 可能是比较大 对对对对 来装修吧 哈哈哈哈 你觉得幸福的能力 如果说过去没有 未来可以获得吗 我觉得应该可以吧 或多或少吧 我一直建议 我跟身边的团队人聊天也是这样 所以我说女人最重要的 还是知道你想要什么 那怎么来知道 你能要到什么 怎么来知道呢 有些时候对人 对自己其实是最无知到有时候觉得 我怎么能够知道我要什么 有什么办法 这个说实话 我还真没这么想到过 他就说他要是不明白我怎么办 不明白怎么办 我就是因为听说过 你有一个十五人原则 所以我才问你这个问题 一辈子离你最近的亲人 孩子父母兄弟姐妹 嫁起来十来个吧 然后我说这一辈子 闭着眼睛好好想想 有没有超过五个 真正的能称之为朋友的朋友 而这个朋友是指什么呢 退了修你还愿意跟他婚 对吧 咱俩扎堂一块过退休生活吧 咱买的房子买一块去吧 我们天天在一块喝茶聊天 一块旅行吧 这是朋友 如果后来我原来在微博上 我写过一句话 如果你有一个 你值得为自己喝一杯 你要有三个 你就喝醉了 你可值得醉一宿 你要有五个 你就烧高香吧 对吧 这是一辈子你能得到这样五个朋友 其实友情也是一种 特别难得的财富 这样加起来你的人生 其实最终只有这么十五个人 如果跟这十五个人相比 其他的算什么呢 就很简单 很多事情就是你只要想到 跟上就十五个 这世界很多事情就很好想了 就是我讲的十五是指这个 这一讲到就是说 如何当你自己就是不明白 他就是不明白 他就是不明白 但是我觉得你那十五人原则 可以用到这些事情上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的情感 是比如说 放在周围这十五个人身上 当我们做这决定的时候 我们在想 他们会不会为我高兴 他们会不会因此而开心 会因此而幸福 有时候决定就好 就是他们的情感 肯定对于你的幸福 也是很重要的 徐莉说这话 对我也有震龙发聩的作用 所以我说呢 寻找幸福力 其实幸福的力量 就在你自己的身上 如果你知道自己 想要什么样的幸福 如果你关注那些 真正跟你的幸福相关的人 你就离幸福更近了一步 是吧 所以我的幸福 就是我的力量 那也非常感谢徐莉 来到这一期的 天下女人节目 也希望更多的朋友 都成为幸福的人 我们下周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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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